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十节至二十三节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十节至二十三节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 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 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 耶稣回答说 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 不叫他们知道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 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 是因他们也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 在他们身上正应了 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 因为听见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 却没有看见 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 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 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 那恶者就来 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 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 撒在石头地上的 就是人听了道 当下欢喜领受 只因心里没有根 不过是战死的 即之为道遭了患难 或是受了逼迫 立刻就跌倒了 撒在荆棘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后来有世上的思虑 钱财的迷惑 把道挤住了 不能结实 撒在好地上的 就是人听道明白了 后来结实 要一百倍的 要六十倍的 要三十倍的 阿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利亚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来赐 允许 我们能叫主 赐给了我们唯一的 主耶稣基督之名 只有是我们唯一的 全能的神 才有这个大能 并且我们也因着 相信耶稣基督之名 来成为了神的子女 今天你的子女们 因着信心来到了你的面前 因着耶稣基督之名 主 主与我们所许 我们相聚在一起 来敬拜神的时候 主会来悦难我们的敬拜 今天 主 愿每个人都能明白主的话语 并且都能去实践主的话语 愿每个人都能去 结丰盛的果实 此时此刻 愿主的大能将来 在我们身上 愿主来一一的 来帮助他们 那些恶的 撒旦 恶的魔鬼 的所有的全能 都要退出去 只有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 才是王中之王 是我们生命之主 此时此刻愿主的大能 来显现在这里 我们感谢主 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依托于主的圣灵 感谢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哈利利亚 我们在《创世纪》第六章当中 就可以看到 神看到了这事情的人 来违背了神的话语的时候 神是后悔了 在《创世纪》当中 是写到神是后悔了 并且他在后悔之后 他要用洪水 来把所有所有的人 给冲掉的 其实这是一件 非常 真是令人 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的 那么神的这些 所有的计划 神的计划当中 有个叫 四年 这是一件 什么事 还要变成 这些 百货船 令人 很不介意 那么就算是发生了这个洪水冲人的事件 神也是不想让挪亚给冲走的 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神的所有的命令 那么按照神的命令 神口里所出的那些命令 神说你要造多长多宽多大的船的 那么在将近一百年期间 挪亚在五百岁的时候 他又生了三个儿子 他在生了三个儿子之后 他在生了山、韩、雅福这三个儿子之后 他在六百岁的时候 是发生了洪水的事件 那么挪亚在五百岁的时候 他又生了三个儿子 然后在一百年之后 一百年之后一百年期间 是一直造方舟的 他在六百岁的时候 一直是在一百年期间是造方舟的 在这里是可以大概计算 大概是一百年的 不管是一百年还是有的统计 可以看到那是一百二十年的 那么不管是一百年还是一百二十年呢 在这里是推测是一百年的 不管是多长时间 现在今天呢 我想对大家所讲的是 不管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那么只要是与神同在的人 神是一直会保护他 来给他机会 让他去逃跑 让他能活过来的 神的指示 神的计划呢 并不是说想让那些 所有所有的人 他所爱的人 也进到审判当中的 如今呢 在我们周围呢 也有很多的这些解说 说是 耶稣在再临之前呢 会有这个大的审判的 我们每个人呢 都应该是按照圣经 我们一起都要 仔细地念圣经 我们希望 我希望在这的每一个人呢 都能得圣灵充满 多多地去祷告 来明白神的话语 大家想想 如果是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的话 如果是我们是他的子女的话 他是绝对不会让他的子女呢 来进到患难的 那么更何况我们的神呢 更是这样的 我们神不希望他的子女们 在这个患难当中的 最近我们周围说 有的人说是 没有这个主的再临 没有这个七年大患难的 但是我们 我现在主张的是 首先是有这个主的 耶稣的再临 然后是有七年大患难的 那么挪亚呢 他是按照神所说的 去做了这个方舟的 去制造了这个方舟 大概是在一百年期间 这个挪亚呢 他也一直对这个周围的人说 神呢已经是告诉我 说会发生什么样的 这个洪水的 你们也要造方舟 然后呢 你们要去准备 去预备这个大患难的 这个日子的 但是呢 所有所有的人呢 都是没有去听方 这个挪亚的这个福音的 他们根本就没有 对 没把挪亚放在心里 挪亚呢 不管是别人怎么 是瞧不起他 他一直是 在过了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直到一百年期间呢 一直是 无不知生在那里 去制造方舟的 在一群人类当中 只有挪亚的家人 这八口人呢 他们是得到了 拯救的 那么有很多很多的人 就是用世人的眼光 可以说 他们是看挪亚的时候 是觉得 他们是真是不能理解的 这些人 大家 看一看 大家站在这个挪亚的立场 想一想 大家在挪亚的信仰 去想一想 挪亚是他们家的这个家长 是一个属灵的家长 那么在大家的家庭当中 如果有这样的家长的话 可以是左右你们的命运的 然后呢 在一直抓住这个信仰呢 一直持续下去的话 那么你们的家庭呢 就会变得拯救的 如果你们的家长 没有这个信仰 如果你们的这个团体的 领导者 没有正确的信仰的话 那么都会一起死掉的 但是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挪亚呢 作为这个指导者 作为一个家长呢 他是一个 很有灵性的一个指导者 今天早上呢 我也想到 在我们周围呢 会有几个真正的 有灵性的一个指导者呢 在我们周围呢 现在是渐渐减少了 亲爱的各位 在座的各位 是为了来守住 大家的这个信仰 是为了来得到这个永生 那么你们 是否会有这个使命 你们会 是否会有这个责任 心说 一定要去 这个领导者 一定说要去 因着你们来 引领更多的人 来相信耶稣呢 让你的家人 让你的周围的亲朋好友 也能来信主呢 也通过你呢 来让更多的人 来顺服神 来依靠神 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当中呢 能有更多的人 是能这么做到的 如今呢 已经是紧迫的时代了 我们一定要努力去做的 其实在我们的周围呢 可以看到 大部分的人呢 他们都是看这个 作为人的这个颜色 看他们的颜色的 去做事的 他们并不会去顾虑 神的想法 和神的这个意念的 他们一看这个周围的 世人呢 这个颜色 但是刚才我们在圣经上 念到 有的人 神会让他更有余 没有的会把远 原来他有的呢 也会抢过来的 作为一个家长呢 作为一个家 作为一个团体的 这个领导者呢 如果你们没有一个 真正的这个 属灵的信仰的话 那么你们是 现在是已经是 非常危险的 在历代字下当中呢 也是记载的 如果你们的一个家长 或者是 如果你们一个团体的 指导者 如果是走错道路 如果没有灵性 如果他们的信仰 是错了的话 那么他们的手下 和他们的家人 都会受到影响的 现在在如今的社会 我们应该怎么样 去生活呢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去看 好好地去判断 去想 我们一定要得到 完全的胜利的 我们去寻找 完全的胜利 然后呢 一直来跟随我的 所有的人 一直来 需要我领导的 这个团体当中呢 我们作为一个 慕会者呢 一定要有个 正确的信仰的 当然可能任何时候 都是会有 这样的事情的 但是呢 现在如今呢 是更加紧迫了 因为现在魔鬼呢 他们是知道 自己的时期 已经是不多了 所以呢 这些魔鬼呢 会在最后的时期呢 会更加挣扎 更加疯狂地来 诱惑这些人 那么在这当中呢 如果有很多的人 一直在那里沉睡 他们不知道去打告 他们就会被诱惑的 上周二呢 我们的主 对我说 现在呢 已经是最后的 秋收时期了 现在呢 在日本呢 也是同样的 也是一样的 在最后的秋收时期 神会与我同在 一起会做工的 神是这么样 来感动我的 那么在这样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 去准备的话 你是不行的 神对我说 我们要去准备的 我现在给大家 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有的人说 我也是得到了 这个神的话语的 我们要来跟随着 神的话语 神也是亲自来 对我说了 这样的话语 有人说 牧师啊 我也是得到了 神的这样的感动的 亲爱的各位 现在呢 大家要知道 大家应该怎么样 去生活 大家应该怎么样 去做的 如果大家不快点 明白 不去做准备的话 过了几年 到了时候 你们已经是来不及了 我可以给大家讲 这个最后的结果 就是说 不过几年呢 这世上的 已经是到了 这个末日的 在日本的 也是同样 在日本呢 我们的日本的 这个时代 也是同样的 你们现在要 做好准备的 我们在日本 应该做什么呢 要通过来 见到我们的人 要通过我们呢 能让更多的人 来相信耶稣 来认识神的 直到主耶稣基督 在来临呢 我们一定 直到去 这个与神 同在的 这个国度呢 在这期间 我应该是 一个什么样的立场 我应该怎么样去做 我应该是 怎么去起一个 更好模范的作用呢 这是我们要 首先就是事前 一定要 首先来准备的 神是这么 对我说的 要让我们 快点先 首先来准备一下 那么 大家想想 一个国家的 这个主席 国家主席是同样的 他为了成为 一个国家主席 他在几年前开始呢 就会一直 一直是努力的 那么 现在这世上的 一个职位 也是这样的 更何况 我们的这个 在国度的 这个王位呢 这是与这世上的 这个职位呢 是完全是 没有相比的价值的 但是为什么 有很多的人 他们不去努力呢 有很多的人说 哎呀牧师 我慢慢来吧 神的我慢慢来吧 你不要太追我了 有的人说 牧师 我不否认 耶稣基督之明 但是呢 我不希望 你把我吹得这么紧 我想现在 慢慢走一点 你就离我远一点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愚蠢的 这样想法 我分明对大家讲一下 不管是大家相不相信 我们一定会有 那个时候的 就是说 在这个世上 到最后的这个 秋收和最后的 这个复兴 一定会出现的 那么在那时候呢 会有很多的人呢 会完全两极分化 有的人是完全离开神 有的人是完全来 拥有信心 来进到神的国度当中的 但是进到神的国度当中呢 是非常少的 就像挪亚时代 挪亚时期是同样的 真正造这个方舟的人 是真是很少的 大部分的人都是会鄙视 这个造方舟的人说 哎呀他们怎么做的那么傻呢 他们怎么会那么做呢 在教会呢也是同样的 有的人说 哎呀他怎么做的 那么会一直沉浸在 这个教会当中呢 有很多人 就会去鄙视这些人的 他们没有把神放在第一 而是去把这世上的人的感情 和这世上的人的眼光呢 释放在首位的 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感情 和这个感觉的 那么这呢 其实是一个愚蠢的事情的 在圣经上记载到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当中呢 就记载到 十六章第二十三节 当中呢就讲到 耶稣转过来对谁说 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为什么耶稣对彼得说 你这个撒旦退我后边去了呢 那是因为彼得呢 虽然是为了耶稣的这个疲劳感 为了这个耶稣而想的 但是他并没有是站在神的 这个角度当中去想到 有的人呢 为了能有一个正确的信仰生活呢 他会放下在世上的 所有一切 把信仰生活放在第一位的 这样的人呢 他会在 首先记得神国当中 并且神会来 赐给他更丰盛的恩惠的 但是 首先为了自己的感觉 自己的肉体 和自己的这个荣誉 或者自己的想法 放在首位的话 那么我们的神呢 是不会认证 他的这个信仰的 在属灵方面来看呢 就是说 有的人呢 他们自认为自己的信仰很好 他们自认为自己是有信仰的 但是 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信仰的 有时候我对大家讲那些见证 但是一看大家脸色的变化之后呢 我就想啊 现在还是有 还是没有到时候 大家还没有充分的准备 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人呢 是没有做好准备的 现在是已经是到了 非常危险的时候了 因为 不过五年 在五年之内呢 就会有这个 结果的 你现在不是先做准备的话 那是不行的 你一定要好好地去想一想 你们一定要是先做好准备的 有时候呢 我就会 不管是大家相不相信 再往后不到三年 五年 不到十年呢 一定会实现这个做得再联的 你不要到那时候 就突然紧张 突然慌张 你没 你没有别的 到那时候呢 已经是没有别的方法了 你不要到那时候再哭 你到那时候 你再想准备 你再想做什么 已经是没有机会了 现在呢 你要做事先的准备的 现在要做出准备的 因为这秋收的这个时期呢 已经是快到了 如果是到了神的这个秋收的计划的人数的话 耶稣呢 就会再来临的 那么可以说阿们吗 因着天使的喇叭声音 因着天使的声音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来叫的时候呢 喇叭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呢 他有的人的这个属灵的耳朵 他就不会听见 有的人忙着去玩 有的人忙着去挣钱 那么他就不能听见这个天使的喇叭声音的 那么耶稣在来临的时候 可能会在瞬间来迎接这样的人去天国 那么在那时候呢 是他的信仰得到认证的人 他才会得到主的迎接的 那是说在得到迎接的这个之前呢 有的人就会听到这个天使的喇叭声音 但是大部分的人呢 都是不能听到这个喇叭的声音的 现在呢 神是一直在预告我们 以预先来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做出准备 你们要做出什么样的准备的 但是为什么现在有的人还不去做准备呢 现在到那时候 你不要说 哎呀 怎么我们EMC教会的所有的人都不见了 怎么就我留在了呢 但是你到那时候 你再后悔 你再哭再闹 也是没有用的 有的人说 我刚来教会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么是什么 但是你因为晚来了 因为你第一次来 你因为晚来了 所以呢 你要更加的用功的 别人在睡觉的时候 你要做出更多的几倍的努力的 因为现在已经是到了最后的时期 因为不会因为说现在是最后的时期 因为你是晚来的 神就会说 那行 我慢慢等你的 神不会是这么做的 现在已经是到了紧迫的时期 你如果晚来 你要做出几倍的努力的 我们的神是创造了天地万物 是创造了人 神是来告诉了我们这些话语 神是审判了这个魔鬼的 并且他会来拯救这个人类的 这就是神的道 神的法 那么在这世上的 这些所有的 这个健康 还有物质 所有的问题 都是掌握在神的手当中的 但是有的人呢 他们是不知道这些 他们一直是会在 神的话语之外去彷徨的 他们去努力 他们忙着去挣钱的 有一天呢 有一个牧师对我讲 我不方便对他讲 我不方便讲他的名字 有一天这个牧师对我说 牧师我想要重新再接受洗礼 我说你是牧师 你又是做了好几年的牧会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但是我听了他之后 话之后呢 我就想 我们的神真是伟大的神 简单的来讲呢 就是这位牧师呢 他虽然是一个牧师 但是他说他还要 想重新来接受这个洗礼 他在中学的时候呢 他只是接受了这个 简约的洗礼 但是最近几年来呢 神对他说 你不要光接受 这个简约的洗礼 你要去接受真正的洗礼 神一直是去这么感动他的 那么神的话语呢 并不是在开玩笑的 你对旁边的人讲一下 神的话语并不是开玩笑 你现在在想什么呢 神的话语并不是在这里 跟你开玩笑的 现在正在开拓教会的牧师 他要重新接受洗礼 这其实并不是一件 可笑的事情 有很多的人其实在那里 做伪装 他其实没有做好准备 但他像是做好准备一样的 但是这位牧师呢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谦虚的 我们的神呢 是按照神的话语来治理这个世界的 来治理这个万民 我听了这个牧师的话之后呢 我也吓了一跳 我当时想 哎呦 我要拒绝他吧 我要去拦住他一下吧 但是呢 我马上呢 又去感谢神 神啊感谢你 耶稣要感谢你 感谢主让我们的教会 能按照神的道去做 在最后的这个时期 直到主耶稣再来临 那个瞬间为止 感谢主来吃给我们信心 让我们去做准备 并且感谢主在 我们的教会当中 有更多的计划 现在 变主的计划和主的话语呢 能实现在我们当中的 我当时就想 啊真是这样的 神所传的话语 没有一个是虚假的 没有一个是废的 都是要 都是非常有用的这些话语 在最后我们教会的 这个联合教会当中呢 我 感谢主呢 能让我们这个教团的 这位牧师呢 能去接受敬礼 接受敬礼是什么呢 接受敬礼就是说 你要进到水里 在那进到水里那一瞬间 你要是把从前的过去的 那些所有的罪和 所有的不是呢 都要洗掉的 都要有那些饿的魔鬼 都要洗掉 都要去断解关系 到现在为止 你可能是按照这个 魔鬼的诱惑去做的 可能是会遭受过痛苦 患难和 所有的不健康的 但是呢 你在进入水里的 那一时刻为止呢 你要把这些所有的 魔鬼和那些 所有的罪恶呢 是要洗净的 但是为什么 虽然是一个牧师 神还会去感动他 让他接受洗礼呢 为什么神会让 他有一个新的丛生呢 神是为了来给他一个 完全的一个牧者 神是为了来赐给他 完全的一个信仰的 那么不过几年 这牧师呢 我看到他在日本呢 也是有了很多很多的丰收 我当时就想 真是最后到秋收了 并且我知道 神一直是会使用他 如果你是有罪 如果你是肮脏的 神是不会使用你的 大家呢 在家里也是同样的 那么就算不 大家在家里 用这个器皿的时候呢 一定是会有干净的 完全的 如果在哪里 碎了的话 如果这个碗 哪里碎了 或者是哪块 掉了一点的话 神是不会来使用你的 那么如果我们 给那些这世间的人 色色上的人 可以讲这些话 有的话 如果没有信心的人 给他们讲这些话 的话 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人就会说 还要让一个牧师 重新接受洗礼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你不应该这么做的 但是我知道在这里 也是有神的旨意的 因为这位牧师说 他要重新接受洗礼 他是说要有一个新的 他告白说要有一个新的信仰 希望在这的每一位 也要能有一个新的开始 现在呢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 再去详细 或者是给你的话 就说我们要去怎么样 再重新 这个分心神的话语 那么 我们一定要去文圈 去实践神的话语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不要是因为你累点 我们就陪你一同坐在那里 不要因为你现在说是 要困了 要陪你在这里一同睡一会儿的 已经没有时间了 已经是最后的求收的 神已经是告诉我很多次 如今呢 已经是最后的时期 并且这个时期呢 是正在 已经是快来临了 如果你没有信仰 你没有这个信仰的话 你只能是离神越来越远的 比如大家想一想 大家看这个美国的西部片的时候呢 一个货车 货的 这个装货的货车 如果是 它正在飞驰着 如果你从上面跳下来的话 如果开得很快的时候 你再跳下来的话呢 你就会被甩得很远的 就说 火车开得越快 你就会甩得 越远的 那么你们在开得非常快的 这个火车的上面 你如果这个跳下来的话 你是更加危险的 然后呢 你如果从那货车当中跳下来 你就算是在那里停止了 但是火车呢 还是会一直飞驰的 一直是会进行的 现在呢 已经是进到了这种紧迫的时期了 挪亚呢 他在听到了神的启示 他也来告诉别人的时候呢 大部分的人都是瞧不起挪亚 他们都是比试挪亚的 只有是挪亚的家人呢 他们是来一直找了方舟 他们是得到了安全的 但是有很多的人 没大部分的人 他们没有去找方舟 一旦洪水来的时候呢 所有的人都是非常的痛苦 一直是在那里淹死的 有的人呢 他们就说 挪亚呀 你为什么没有再给我讲一讲呢 你为什么没有再告诉我 一定要找方舟呢 可能是有很多的人 都是非常羡慕挪亚的 所以呢 希望大家在座的各位当中呢 没有一个人是这么样后悔的 有很多的人 他虽然是有耳 但是听不见 有眼是看不见的 有很多的人 在给他们讲神的话语呢 他们都是不会去听的 耶稣基督一直对我们说 一直来告诉我们 一直来警告我们 这个神的话语的 但是有很多人 他们一直忙着挣钱 他们是有耳 但是听不到 有眼却是看不到的 这样的话呢 神的话语就不会 驻扎在你的心里的 你现在呢 一定要清空你的心里 你一定要放下你自己 一定要把你的心里呢 成为一个更肥沃的土壤的 要让神的话语能 能立足 在那里生根发芽的 有很多的人 因为在这四川呢 有很多的人呢 还是不知道真正的罪是什么的 在这里呢 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的 你们一定要知道 这世上的罪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们一直拿着这个罪的话 结果会怎么样呢 不要一直拿着所有的借口的 你不要因为你有借口 就可以饶恕你 就可以原谅你的 有很多的人 虽然是星期天 但是有的人说 哎呀神啊 这个事情实在是太重要了 如果我不做的话 如果我不去的话 实在是不行了 那今天我就不去礼拜了 下周开始我会用心去做的 有很多的人呢 他是想一直拿出更多的借口的 那么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就像撒在荆棘棘的人当中 是同样的 就是说他的心理是像荆棘一样的 神的话语呢 就算是掉在那里呢 就算是神来告诉他 但他是不会接受的 他是不能生根发芽结果时的 有的人可能会想 哎下周开始吧 下周开始我去教会吧 但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有的人说 哎呀今天如果我不去荆棘 那是不行的 如果我今天不做的话 我会死的 如果我不会不做的话 我会受到欺负的 但是呢 那么这样的人 有这样的想法的人 他们就像是摇动的 他们就是一直是 像荆棘似的 神的话也不会在他们的心里 增根发芽道 这样的人呢 他是关闭着自己的心里 他不想来接受神的话语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拿着正确的信仰去行道 有的人在韩国呢 有这样的谚语说 如果这个韩国 首尔的这个南山 南山进了这个船的话 我会给你好几百亿的 那么大家想想 南山 首尔的南山是一个非常高的山 在那里怎么会进入一个船呢 在马太福音 当中呢 记载一个年轻人 他在平时的时候呢 是一直是有很好的信仰的 他是为了来得到永生 他是为了来得到拯救 他一直是做得很好的 他呢 但是他的目的呢 他是想炫耀自己 他想显摆自己的 现在神的他说 你要放弃你所有的财产呢 来救济这些 没有钱的人的 但是这个年轻的这个财主呢 他就非常的忧愁 因为他有很多人的钱 他就想 哎呀我把这些都卖了 都给他 我怎能去做呢 就说这样 有的人呢 他一到一谈到钱的话 他就担心 他就在那里忧虑 他虽然是忧愁 他虽然是在那里担心的 但是他的心还是靠拢了 这世界还是靠拢了 这个 世界的 那么还有一类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呢 就像是 就像是把话语 扔在这个石头上的 有的人 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就说 一给他讲 传神的话语呢 他在那里呢 是一直说阿们 他说 我一定会这么做 我一定会按照 神的话语去做的 阿们 阿们 他就在那里 说哈利路呀 他说 他现在是非常喜乐的 他是要怎么做的 我上次从韩国回来之后呢 有个人就说 有一位牧师 他就边哭边就说 牧师阿们 阿们 牧师你说 他太对了 他就在那里 眼泪汪汪的在那里哭 然后呢 他在讲道之后呢 听到讲道之后 这个讲道结束之后呢 他所有的一些都 根本没有改变的 讲道的时候 他就会流泪 他就会流眼泪 说阿们 阿们 哈利路呀 但是礼拜结束之后呢 他就会马上是 他的行动 还是与以前是同样的 你们知道 我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吗 所以 我们在听神的话语时 我们在听神的话语的时候 要实践的时候呢 就会有很多很多的 这些诱惑的 有很多的逼迫的 你现在就算是 大脑里有很多的 这些神的知识 话语的知识 那是没用的 你要去实践的 你要去行动的 为什么呢 因为比道更重要的呢 就是说 你要去解决这些事情 你要去行神的话语的 你要去实践的 所以呢 有的人 他呢 是不想是否认神的话语 但是他不想太沉迷 他不想 他一直是想尽量远离神的 那是因为他是没有信仰的 那是因为他没有去 完全相信 创造天地的神的 你们来 你们可以明白 是什么意思吗 那不管是什么样的逼迫 不管是什么样的患难呢 耶稣基督是曾遭受过 比这更大的 更痛苦的这些逼迫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如果要忍受 一旦要忍受 一定要坚持下去的 这样的人 如果不去实践的人呢 是不可能结果死的 他虽然是去教会 但是这样的人 有很多的人 他是没有结果死 他没有任何的果子 那是因为 他没有去行动的 在这的鬼是怎么样呢 大家回想一下 大家的这个信仰 大家 忘记过去呢 往后是重要的 现在开始呢 你要去行动 去实践的 阿们 我们的信仰不是因为 你瞬间去相信了 你才会得到拯救的 我们的信仰呢 可能是在一瞬间 我们会一下 决心说 耶稣啊 神啊 我是相信你的 我是来依靠你的 那么在说信主 下军心说信主的时候呢 是不会花很长时间的 可能是有的人说 我要想一天 但是这是比 一百年 好几百年相比呢 这个几秒钟 这一天的时间 并不是很多的 问题是 你在接受 这个耶稣 你在来得到 这个信仰之后呢 你如果不去实践神的话 你如果不是 因着神的上灵的话 不去行动的话 那是没有用的 一句话来说 就说神的 我们的信仰呢 就说我们要跟着神的 如果你不去实践 那是与不信主的人 是同样的 你根本没有去实践 没有去行动 那是没有用的 那么还有的人呢 他是被 有的话语呢 他是被扔在这个路边的 有的人呢 他在听完神的话语之后呢 他是不能明白神的话语 他根本就是没有兴趣听 他是不能去明白神的话语 所以呢 他因为 他就算是听了神的话语呢 他不会去正确的去判断 不会正确的去 分析神的话语的 不明白神的话语的人呢 魔鬼难道就不会诱惑他们呢 并不是这样的 魔鬼呢 就会马上去诱惑他的 刚开始在伊甸园的时候呢 那这个魔鬼呢 就对夏娃说 亚当呢分明对夏娃说 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吃这个 园当中的果实的 因为神对他说 如果你吃了这个园当中的果实 必定会死的 那么夏娃一定是听 这个亚当说了这句话的 所以呢 我们听了神的话语之后 我们要去明白 要去分析的 你不要听完就结束了 神分明对我们说 你们不要吃 那我们就要去想 去判断 为什么神会对我们说 不要吃呢 所以呢 你们要去明白 去分析的 正因为他们没有去想 所以呢 这个魔鬼呢 就会去诱惑他们的 他们就 这个魔鬼就说 啊神是说 那个云当中的果实 你吃了会死吗 所以呢 夏娃说 哦是的 他说我们吃了的话 就会死的 但是魔鬼又说什么呢 说有可能会死 但是不会完全去死的 不会完全死的 就是有可能去死的 那么这是说 有可能 但是有可能是 那是因为他没有确信 那是因为他没有 完全信主的信心的 这样他是按照 自己的想法说 啊有可能会死的 这样的人呢 魔鬼呢 是一直会来诱惑他 魔鬼呢 就会想啊 他现在是在摇动的 我就要去诱惑他的 这就是魔鬼的这个诡计 上次呢 有一位牧师 说除了耶稣基督之名之外呢 是没有得到拯救者的 但是这位牧师又说 就算不信主的人 我们在天国呢 也是可以见到他的 哎呀我们的神是大度的 他是不会 说你只要来相信神的 那么我觉得这样牧师 能说这样的话 简直是太不能让人理解的 这个牧师说 哎呀我们的神是非常大度的神 我们的神是不会说那么没有良心 让你去地狱的 所以呢 就算是不信主的人也能去天国的 那么我们可以说 这个牧师呢 是没有完全的信仰的 他是错的 大家想一想 如果不是信主耶稣 他是绝对不可能进到天国的 在圣经上没有记得说 你不信主也可以的 而是说 你只要 一定要来相信 主耶稣基督之名的 然后呢 因着主的道呢 来得到 得到拯救的 因着这个信仰来得到拯救的 我们的 灵魂体 这三位一体的我们的神 在圣经上并没有说 你要去相信耶和华 而是说 我们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之名的 我们不要去喊耶和华之名 而是说 要喊耶稣基督之名的 那我们来跟随着耶稣 我们来信主 这是我们的信仰 那么我们来跟随着主耶稣基督呢 他是能赐给我们永生 能赐给我们生命的 那么能赐给我们永生的呢 只有是耶稣这个名字的 但是为什么犹太教 伊斯兰教 他们怎么样 怎能会成为我们的朋友呢 有很多的牧师就是这么说的 并且在世界各地呢 都会说 我们世界已经是合而为一了 为什么他们对神的话 也没有确信 为什么他们一直是被 会被这个魔鬼手做到诱惑呢 这就是如今的 这就是在圣经上出现的 第一个比喻的 现在呢 已经是到了非常紧迫的时期 我们一定要紧紧去准备的 这世上的人的想法呢 是绝对不可能来明白神的话语 他们根本不可能理解神的话语 他们根本没有耳其体 没有兴趣领会的 他们是不可能明白神的话语的 但是 神为了来让我们能明白神的话语 能理解神的话语 能去实践神的话语呢 神是怎么做的呢 祂是为了来这世上的人来得到拯救呢 祂并没有撇弃我们 像孤儿一样撇弃我们 而是说 神是来赐给我们这个圣灵 并且神一直来赐给我们恩惠的 但是有很多的人 虽然说是相信耶稣基督 但是他并没有体验到圣灵 他是没能得到 没能领受到圣灵的 有的人的信仰呢 他是与神所说的这个信仰 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是有区别的 你们可以说阿们吗 就算是你现在拥有耶稣基督之名 但是你不知道 这个耶稣基督之名的这个价值 和这个成分的 你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做 那么你们为了能明白神的话语 你们为了能去行动去实践呢 我们要知道来引导我们的 现在是圣灵 加拿大教会的圣徒们对保罗说 你为什么要从灵开始 要从肉体结束呢 在加拿大教会的这些所有的圣徒们 加拿大教会 就说加拿大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教会呢 他们是信主的 但是有的人虽然说是信主 但是他在最后的时候呢 却是用肉体的想法的 为什么你开始是属灵 但是在最后是属于肉体呢 在我们周围呢 也可以看到很多的牧师 他们虽然是用圣灵开始的 但是他在最后呢 是以肉体来结束的 换句话来说 现在我们周围的这个基督徒 他们是有几个人 是明白神的话语 他们是能去行动 去实践呢 你们现在也要明白 你们是怎么做的 你们现在是否是明白的 大部分的人呢 他们是被撒旦所诱惑 只是在周主日这天呢 暂时来到教会说 神啊神啊耶稣耶稣啊 会说两声就会走的 你们如果没有去准备 是因圣灵所引导的话 那是不行的 到那时候呢 你不要去被魔鬼所诱惑的 在肉体方面 在我们就说 用世上的世间的想法呢 你不要一直沉迷在这里的 我们一定要得到圣灵的引导 我们一定要有个真正的重生的 就像我们禁礼式当中告白一样 我们要放下这世上的 这个情意 还有这些所有的世上的想法的 如果你不放下的话 那些魔鬼呢 会马上知道 就会马上去诱惑你 如果你不能明白神的话语 如果你不受到圣灵的引导的话 那么你就会被魔鬼所诱惑的 现在呢 已经是这样的时期了 现在呢 已经是现在 是最后的时期的 因着圣灵的求收 因着圣灵的结果会怎么样呢 我们 一定要用这个信心 我们要得着这个圣灵 我们要让自己成为一个 被圣灵所引导的这个器皿的 这样的人呢 才会在最后得到 这个最后时期的求收 神才会来迎接你的 现在你不要只看这眼前 这个暂时的这个奇迹的 有很多的人 他不想去按照神的道去做 他不想按照神的上灵的引导去做 他只是说想看到奇迹 他只是想看到神迹 但你不要只追求这个奇迹的 你不要只追求神迹 你要拥有信心 你要去实践 你要真正的去按照神的真理去做的 现在在我们中文呢 也是有很多这样的 这些诱惑的 他们会拿着很多的这些奇迹呢 去诱惑别人的 但是有很多的人 他们只因为是 只是去追求奇迹 他们才会这么做的 他们才会被诱惑的 你要知道在最后的时期呢 会有这个强盗来的 强盗为什么会来呢 会要为了来抢夺你的钱 才为了来抢夺 你们的这些生命的 所以那强盗会来的 再往后呢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再往后的时代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生活 怎么样去做 怎么样去保守我们的信仰呢 为了我们的这个信仰 为了我们的 这个信仰和真正的圣灵的引导呢 我们每个每个人呢 都要去 结这个圣灵的果实的 我们一定要拥有 这个正确的属灵的信心 在这最后的时期呢 在这最后的时期呢 我们一定要尽全力来做到 你们可以说阿们吗 现在呢你们不要光坐在哪里 你们不要光在哪里打盹了 又或者那的人 他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的话 你们就要去问 为了你们能得到这个 永永远远远的生命呢 你要拼命地去做的 你要拼命地去实践 去努力的 现在已经不是说 这个最后的时期快要到了 而是说已经到了 现在就是这 紧迫的时期了 我们要明白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去做 希望你们每个人呢 都不要去后悔 到时候去后悔 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 拥有个正确的信仰的 用主的闻主言大家 大家